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月饼在中秋节前卖的贵,包装精美的,动辄两三百元一盒 然而到中秋节当天,月饼就开始打着促销 等到节日一过,原本一百多两百多一盒的月饼一夜之间消失一大半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散装月饼,十块钱就能买到四五个 由于这种刚过完节就大甩卖的情况 很多聪明的消费者在中秋节之前不买月饼 而是等到过完中秋节再去购买低价月饼,便宜划算 这是因为月饼的实力属性很强,只要过完中秋节就没有市场了 要是在中秋节前都卖不掉,节后更加不可能卖出去 而且,月饼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只有三十至九十天 要是不尽快处理的话,很快就过保质期 所以,只要中秋节一过,超市就会立刻把货架上卖不完的月饼撤下来 或者打折促销 可即便降价大甩卖,过完中秋节之后几乎没有消费者购买月饼了 超市以及一些零售商手里,肯定会有不少月饼卖不出去 中秋节一过就大甩卖,卖不完的月饼最后怎么处理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得先介绍一下超市月饼的销售模式 它一般分为购销和代销 购销顾名思义就是,超市花钱从月饼厂家那里进货 赚到的钱全都归自己 如果卖得少了,超市就有可能亏钱 代销就是超市帮月饼厂家销售 自身不用承担亏损的风险 因为代销是超市从销售额中抽成一部分 哪怕代销的月饼只卖出去一盒 超市都要抽成 由于两种销售模式的不同 超市对待月饼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如果购销的月饼过了中秋节没卖完 超市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销售 比如开头说的打折促销 或者拆除包装散装低价大甩卖 实在卖不出去了就免费发放给员工当福利 至于代销的月饼 那就非常简单了 卖不完的话 超市直接退回给厂家 怎么处理是厂家该去操心的事情 亏钱也亏不到自己身上 超市卖不完的月饼怎么办 明年接着卖吗 一般来说 中秋过后卖不完的月饼不会很多 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很多月饼厂家开始选择订单式生产 根据大数据去估算大概的月饼需求 再进行生产 可以很大程度避免浪费和损失 但总会有一些卖不出去的月饼 这个时候 就需要销售者开动聪明的小脑瓜想办法了 前面提到过 超市月饼分为购销和代销 购销的月饼要超市自己处理 通常都是打折促销 最后卖不完 也只能报废处理 而代销的月饼卖不完 超市直接退还给厂家 厂家则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比如在过期之前 将保质期内的月饼捐赠给有需要的养老院或福利院 如果送不出去 就卖给饲料厂 做成动物饲料 有的网友担心 厂家将月饼回收后 会不会冷冻起来 等到明年再卖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因为把月饼冷冻一年的成本 远远高于来年重新制作 稍微有点脑子的厂家 都不可能把月饼存到明年再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